清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,它有着太多故事可说了,我们都知道清朝历经十二位皇帝的统治,它有着康庸前独特的盛事,也有着让现代人都悔恨,不已的闭关锁国时期。 而慈禧太后,作为清朝后期真正的幕后统治者,当时的故夫自封,和她有着很大的关系,说起慈禧太后的晚期生活,那就不是一个奢侈来能形容的。 据演史记载,慈禧太后每顿餐都有上百道菜,每道菜她都只尝一口,剩下的就分给下人们或者倒掉,反正她是不可能吃剩菜。 而且有人曾统计,光慈禧太后一人就能够,用掉当时国库一半的财富,所以她的生活是我们怎么都想象不到的。 而且我国一直以来又盛行,后葬之风,所以慈禧太后的牧师也是盗墓贼一直想要去光顾的地方。 民国时期,发生了一件大事,史称,东陵盗宝,也就是当时最大的盗墓事件。 孙殿因集结了二十名士,兵道取了慈禧的定东陵。 而这次盗墓中的主要人物,就是一位名叫孙二愣子的士兵,也就是这次盗墓队伍的领头人。 这位孙二愣子因为很早就跟着孙殿因打仗,所以后来就成为孙殿因的亲信。 孙殿因有很多事情就交由他来处理。 当时,孙二愣子带领队伍进入牧师后,直接就叫人用斧子劈开了慈禧的棺材,一点都没有机会。 而且也史上说,当时棺材打开后,慈禧的面目面容如初,没有一点腐烂的痕迹。 但是打开后没过多久,皮肤就开始发黑腐烂,恶臭马上传了出来。 随后,孙二愣子就命令士兵开,使到取慈禧身上的财物,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落下。 到了最后,孙二愣子甚至直接将慈禧的尸体拎了出来,扔到了一旁。 为了方便取慈禧身上的宝物,孙殿英早在之前就和孙二愣子主护过。 慈禧的口中含着一颗夜明珠,一定不能错过。 但是取得时候问题就来了,慈禧的尸体因为早已经僵硬了,嘴硬是拔不开。 孙二愣子就用刀将慈禧的嘴画开了一个大口子,直接将夜明珠取了出来。 将牧师中的财宝都打结一空后,孙二愣子还不忘放过慈禧身上穿的衣服,二话不说就将慈禧身上的衣服都扒了下来,只剩下一个红内裤。 最后都不忘说一句老妖婆,最后,孙殿英到来的宝物贿赂了很多长官,过得是无忧无虑。 1947年,孙殿英在河南汤英的战役中被俘,因为他在抗日战争中也做过很多贡献,政府就优待他,而孙殿英点名想要孙二愣子照顾他。 但是没过多久,孙殿英就犯病死亡,而孙二愣子也在战犯集中营中想要逃跑,被哨兵一枪打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